走在河堤旁邊的人行步道散步 看起來是不是相當牽引呢 不過您知道嗎 我左手邊是高樓大廈林立的住宅區 右手邊卻是緊鄰著舊品市場 而這空氣中不時都會傳來 這陣陣的刺鼻二抽櫃 這裡的住戶已經有30多年來 都是在這樣的臭氣當中過日子 窗戶都不敢開 你說我們要睡的時候 炒得緊死是要怎樣 這要怎麼改善 要跟里長也有翻臉 里長也跟市長翻臉 市長一載大人說好 要跟我們搭三天 但是市長又跳廢了 不敢開 也有種錯位就會跑出來 包括載豬隻進來 把豬趕到豬場裡面去的時候 載豬的車輛在空地這邊洗車 那個錯位都飄出來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肉品市場的後方 而這不定時都可以聽到這豬隻的哀嚎聲 而這空氣中也瀰漫著刺鼻的惡臭惠 貨方這100多戶的住戶 就是因為受不了這樣的生活 常年都是以不開窗生活來面對 北區的肉品市場 一天宰殺的豬肌數量破壞 而有30多年歷史的老舊設備 根本無法負荷 加上政府禁止傳統市場屠宰活情 市場的需求加大 卻苦了周遭的住戶 遇到悶熱的夏天又吹暖風 居民更是痛苦 這風頭來的時候 這整個味道 人家都會接受 普通八歲生活平均 大家都覺得全脫了 沒有下雨天的時候 那個水都會擠在那邊 就會臭了 會不會臭到讓你們吃不下飯 當然啦 我們住在酒樓 上去都聞到 酒樓都聞得到 對 聞得到 很臭 原本宰殺活情的廢水 是由北屯村排除 前幾年政府砸下重金 設專館導住漢西 而市府也提出 建議肉品市場 改辟公園的計劃 但始終不見後續動作 清晰空氣的生活 到底何時才能實現 難道居民就只能選擇 捏著鼻子過日子嗎 記者李將林家化台中自豐島 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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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行